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爆出 北農總經理期間 曾經到新莊一名王小姐家 打牌 而且還過月 韓國瑜今天到議會質詢的時候 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強調自己在高雄之後 就沒有打過任何一場麻將 也質疑對手把國家的公權力 當成了打手 至於說王小姐跟他關係是如何 韓國瑜說好友黃文才 已經說了很清楚 大家說20年前我喝酒 手放哪裡 今天大家說我兩三年前 睡在哪裡等等 我覺得這些抹黑應該似可而止 一輩問到是否聚過新莊王小姐的家 韓國瑜卻是批評對手 把國家公權力當成打手 是不是有國家公權力 真的介入來當打手 這是不對的 檢調是不公開的 而且我在台北農產這段時間 說的賬都被爆走 開了12張傳票全部搜查 有問題早都應該爆發出來了 除了強調檢調搜查過沒有問題 對於自己當時身分打麻將 他也回應說並不是公務員 打麻將的事情我不是公務員 我到了高雄市到現在 我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我先把這個事情問題要講清楚 但外界關心的 跟王小姐到底是什麼關係 韓國瑜則是全部推給好友黃文才 現在就讓黃文才先去解釋了 因為這個我不用再去講了 不是說每一個人講一件事情 我就必須要指天立地的 講了4000萬 我說我不惜吃高雄市市長 我如果老是講這些話 我自己都覺得沒有意思了 而且還要把這個市長這個職務拿來 當作發誓這個沒有意義 就算被一賽追問 韓國瑜仍不願正面回應 整段談話強調自己被抹黑 而且沒有違法 但道德層面的相關問題 仍留給外界許多想像空間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好 到底這件事情 這個關鍵人黃文才是誰 他不只是韓國瑜的親信 事實上他也是韓市長媽媽的排咖 之後他也受韓國瑜的提拔 擔任了高雄輪船公司的董事長 而至於這個新莊的王小姐 是他牽線跟韓國瑜認識的 但是黃文才他也否認 這個王小姐跟市長之間有曖昧情 他說彼此過去確實常常揪打麻將 但兩個人只是朋友 前進一晚韓國瑜和夫人鏡頭前放閃 但如今卻傳出 他在擔任北農總經理期間 和一名王姓女子過從聖密 因為王小姐是我的朋友 你說市長夫人是不是知道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坦承確實有這名王小姐 但只是朋友 韓國瑜親信黃文才是韓國瑜母親的排咖 一路從幕僚到受韓市長提拔 擔任高雄輪船公司董事長 兩人好交情可見一斑 就是去那邊打麻將而已 對大概是這樣 打麻將打完就離開了 我們打很小 真的是衛生麻將 尤其你想想看韓國以前 他是失業的狀態 我們打打不起太大的 我們就是衛生麻將 博斥傳言 據悉這名王小姐 他也家住新莊四十多歲 離婚有小孩 曾經開過書店 也在報社當過業務 就是這份工作 認識了當時的長官黃文才 由他牽線 在結識當時的北農總經理韓國瑜 韓國瑜在北農期間 你有知道他跟王姓小姐過種生命 我又不是一週刊的 我怎麼會知道 如果有傳聞 其實在登任市議員期間當中 北農早就一定會有傳聞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在北農期間 包括好市長任內 大家對於北農的經營是肯定的 北市府共事過得都說沒聽說 韓國瑜究竟有沒有紅粉知己 一團迷 倒是打麻將這一件事引來抨擊 讓大家終於有點恍然大悟 韓市長如果對照 他現在白天上班容易勞累 那會不會都是因為晚上 去徹夜打麻將 北市做藍營最強棒的韓國瑜 過去種種也被放大檢視 TVB的新聞莊佩文 李作恆台北採訪報導 中央卡住高雄的議題持續發燒 但是地方的建設壓力太大 民進黨議員今天質詢市長的時候 就問到高雄捷運延伸小港 林苑縣的進度 韓國瑜說交通部不願意補助經費 市府非常勉強的擠出800萬 來做可行性的評估 決定要自己來 我們上任之後 交通部立刻回來韓高雄市政府 要我們自行決定評估 要不要蓋林苑縣去年12月 1月份我們就正式跟交通部講 我們要 上一次你諮詢完畢之後 我們傻傻的再等800萬沒有下來 我們決定啟動我們的預備金 支持林苑捷運的可行性評估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開始正式啟動 也是因為你上次講完 我們就不決定不再等著800萬 我們自己來 重新來調動800萬來支援這樣的一個案子 這個不敢拜託你稍微了解一下 這樣好不好 840跟800萬 不一樣 不一樣 這樣說為什麼不一次法1640萬 那是民國105年 那是民國105年 沒有關係議員 謝謝韓議員 我們現在 那是民國105年傻當一警 他申請了840萬 那現在我們重新需要800萬 做可行性評估 一定要做 我們現在也把錢擠出來了 然後我們決定自己開幹 就這樣子 那是中央補助的 好議員 不管怎麼樣 現在我們800萬準備好了 我們也就不等交通部 他不給我們 沒關係 我們自己來 編著800萬做可行性評估 而且 在幾個月之內 會先送 讓林源地區 跟大量地區議員了解 我們再報個交通部 我們講得很清楚 所以謝謝韓議員 對林源縣的關心 我們一定會做 好不好 謝謝 總之 政調跟後調 逼看看 這個 黨府沈天水災 你也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我這裏 好 對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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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要